我们上礼拜看到的部分是用挤出法 我们最后挤出了一个杯子 各位应该有印象 所以挤出法其实是最常见的模型塑造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叫做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应该是正比 那就是它是正比的连续拉出 那这叫Proportional 那基本上它是用来做曲面编辑用 那所以你可以下载这一个PPT档稍微看一下 不过各位我的网站有稍微修改 所以你原本有一些下载点 你可能会发现那些下载点已经被我取消掉 那我改用新的名称和网址 那我现在已经下载完毕这一个投影片了 这个投影片是曲面的拉出与变形 我们稍微很快的讲解一下 那上礼拜的方法基本上你用挤出 你可以挤出一个形状比较简单的东西 然后最后再用subsub去让它呢 形状变成比较圆滑一点 让你你可以本来一个方杯子变成一个比较圆弧曲线的杯子 但是呢另外一种方法是直接我就把整个面按照比例的拉出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曲面 那这个叫做proportional vertex editing 那proportional的意思像这里是一颗球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把proportional vertex editing设成off 设成off的时候就是不要正比的拉出 那你选一个点拉出来 它就只有那个点被拉出 所以就会变得很尖 ok 那如果你今天呢 用proportional vertex editing on on的时候呢 它拉出来 它整个周边都会被带动拉出来 那上面还可以选很多种模式 像sphere,root,sharp,linear,constant 那这个sharp就是很尖的意思 就是它拉出来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比较尖的形状 smooth就是比较平滑 那small area就是比较小区域的 那large area就比较大区域 ok 像这样 那你就可以把一个球拉出来 变成一个类似蛋 但是其实蛋这样做不好做 蛋这样做你一定会发现 你的蛋的形状很奇怪 所以蛋有另外的做法 这只是给你一个范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proportional来建立地形 我只要 把一个平面 切割的很细 切割的很细之后呢 我就用proportional的方式 把其中一些点拉出来 或者是把它压下去 那拉出来的地方 就会变成山的形状 压下去的地方就是一个洞 你把那个洞灌满水 那就是湖 那当然你也可以做山谷 那今天我们做不了湖 湖非常困难 但是你可以做一个水面平静无波的湖 那个就跟一面镜子一样 这倒是可以 那首先呢我们就进入blender 把那个方块取消 我先新增一个球体 然后呢 进入编辑模式 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按A 取消全选 那 我选 这里 这里有一个叫proportional 它里 一开始是disable 我把它设成enable 设成enable之后呢 你在拉出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smooth的拉出 否则的话 它会是只有一点被拉出 好 那 设定falloff 这falloff 就有各式形状的falloff 有smooth 平滑的falloff 有severe 球形的 root 山形的 sharp 尖形的 linear 线性的 直线性的 那 那constant就是 有点平台状 那 random呢 就是你拉出来的时候 它还会有乱速的 那些 乱速的一些尖锋 跑出来 这是random 那 我们再看一下 我选取其中一点 把这个球往外拉 你会看到它整个被拉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seerproportional 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它只有一点尖尖的被拉出来 好 那按F12 我们就可以看成像的结果 那 我先操作这一个过程 给各位看 等一下再来做地形 好 我先操作的过程 我先启动我们的blender ok b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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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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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